菲律賓政府將今日定為全國哀悼日 悼念本港旅行團在馬尼拉被挾持事件中的死者 有港人到現場向死難者致哀 由蘇敬恒在馬尼拉報道 菲律賓政府將今日定為全國哀悼日 所有菲律賓政府機關下半期致哀 黎薩公園亦都有下半期 又住在菲律賓七年的香港人亦都來到現場 為何這麼多人命你們手 為何你們要這麼輕鬆和這麼衝動 為何人命就算一條人命都很緊要 何況你這麼多人命他們手 為何要這麼殘忍 由當地人亦都去到出事的現場獻花悼念死難者 他不希望事件影響到香港和菲律賓的關係 有菲律賓人說悲劇已經發生 無論如何一切都無法挽回 不過他們相信政府是會查明事件的真相 還死者一個公道 武士現時記者蘇紀恒在馬尼拉報道